這個可以吃嗎 可以啊 怎麼吃 男子手上抓著紅色小蟲 看都不看 就想塞進嘴裡享用 不用煮啦 不用煮 對啦 好吃啦 生吃 原來這是荔枝春相 台灣人眼中的害蟲 專門吸食荔枝 龍眼 在泰國移工的眼裡 卻成了美味的鱗嘴 我來這裡來 我來這裡 我來這裡 只是擠一擠尾巴的毒液 就直接塞進嘴裡 細細品嘗 酥脆的口感 還竖起大拇指 讚不絕口 旁人的眼裡卻看得頭皮發麻 他們說很好吃 我都自己覺得 都很恐怖的一件事 他們還告訴我們說 台灣的朋友都不懂得 這個享受這樣的美食 移工還是要台灣人 不懂這個人間美味 還講荔枝春相 不單單只是淋嘴 那麼簡單 他們說這個是男人的聖品 可怕的小傢伙 成了移工們口中的保養聖品 同樣在彰化地區 就曾有人把荔枝春相做料理 荔枝春相下鍋油炸 做成炒飯 或是鹹酥荔枝春相 光是煮熟過後 都讓人覺得毛毛的 再看看春相 Sashimi 好吃啦 雖然可怕 卻有不少人開玩笑的表示 希望他們多吃點 最好將這些外來種通通知光 為台灣的生態 盡一份心力 記者陳盛惟 許玉文 張志凱 將畫報導